留言当头,我是威儿 最高教,我是初级 是,我们今天的机会走廊 来跟大家聊一聊履历表 就是履历表我们叫什么 是叫Resume还是叫Curriculum Vitae CV 哇,一下子太专业用词 就给不到 因为两个的区别 我还真的不太了解它区别在哪里 我曾经去 真的去花时间去 找,分辨一下 Curriculum Vitae和这个 Resume 有什么区别 结果我发现到 这个CV呢 可能相对比较简短一些 然后Resume就更详细一些 CV就是把你之前 Leverance做过什么事情 就在一个立下来 然后Resume就是有 包括好像是你的身高 体重,你的国籍等等之类的 就更详细 包括你的学历啊 那些等等啊 你的工作啊 之前做 就两个是不同的东西 但是我们说的履历表 指的是CV 还是说指的是Resume 就两样吧 两样啊 对啊 OK 当初我其实也没有想这么多 我纯粹是之前 我看过一个影片 是台湾的影片 而这一群年轻人 这一群拍摄影片的人呢 他们就找了好几个 人事部的这个主任 然后就写了好几张履历 然后就是盖着那个名字 然后就给他们看 问他们会不会请这样的一个人 结果就是因为这些履历表 都不怎么光彩 所以这些人事部通通 这些人事部主任通通 不要聘请 而这些履历 到底是谁的履历呢 是李安导演的履历 然后还有一个是蛋糕 这个世界顶级蛋糕师傅的履历 甚至有些呢 是这个主管自己本身的 儿女的履历 所以一份履历呢 就是你要得到这些人事部主管 其实是非常的难的 你要得到他们的青睐 是非常的难的 我认同啊 如果你单纯看履历表呢 它可以是做得很impressive 很精彩 或者是你会觉得很喜欢 这份履历表 就是不看那个人 但是你看到那个人过后 可能你不想请他 或者你跟他交谈过 你不想请他 这种现象都有的 所以履历表的一个作用呢 它可能只是一个开场 就是让你 就帮你打开一道门的 但是它不是实际上 有超级大的一个决定性作用 它只能够决定 今天你有没有机会 见到这个主管 或者面试你的这个主管 因为有些人呢 所以你看到有些人 他们就做了一些履历表 是你很难 以前不会出现过的 比如讲 用拍video的方式 来呈现 来表现 这也是履历表的一种 比如说 他可能拍了一个短片 来介绍自己 或者做了一些东西 日常的 我看过这样子的 然后还有 前几天我才看到 这个比较有趣 有一个 在美国嘛 还是外国 有一名刚毕业不久的一个人士吧 他要去面试的工作 应该是属于类似广告公司或设计公司的 他怎么做呢 他就把自己的履历表 用在这个甜点圈 就是donut里头 我不懂他怎么去做 然后就买了好几份 好多份 然后就把 就当作自己 那个delivery的快递员 把这个甜点圈送到那个公司里头 然后就说 这是主管订的 还是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就叫到那边 让他们去吃 打开来看 又有这种 又有他们旅 有他本人的履历 然后同时又送这个甜点圈给他们 所以 他送了好像十家的公司 结果十家都给他机会去面试 但是没有被聘请 没有下文了 不知道 只是说 他已经先开了一个机会之门 那很多人履历表投进去过后 你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现在讲履历表 他讲的是这个创意 而不是你的 这个之前有多么的厉害 你过往有多厉害 当然有点帮助 但是 当你把这个履历表呈现方式 是一个比较有创意的呈现方式的时候 你首先 先吸引了这个主管的一个注意力 然后觉得 这个小伙子很有创意 因为现在 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 讲求就是创意 你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 你都需要创意 那有创意的人才是最主要 是我公司要的 他可能就给他一个机会面试 那成不成就看你面试 面试是另外一个关卡了 你能不能做得好 会不会聘请的 是看你的面试的功力了 是另一方面的功力了 对啊 不过这个履历呢 当时我记得我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是让我吃尽了不少骨头 吃了很多骨头嘛 吃了好多骨头 因为要写一份好的履历其实还挺难的 是 那所以呢 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履历表怎么做 就让你赢在起跑点 然后我们线上呢就联系上了上员的CEO 也是刘美学生会的前任主席 也同时他本身也是一名时事评论员 我们有欧国会先生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先生 是 那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履历表 我们刚才一开始节目的时候就有 我们两位主持人都有先讨论到 一般上履历表它有分几种类型啊 比如说我们以前刚开始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 看到有些公司要求的是CV 就是Curriculum Vitae 然后另外一些公司要求的是Resume 对 还有其他的类别吗 然后这些类别每一个有什么不一样的 不能跟我们的这个分析一下 其实刚才你说的那个CV 就是Curriculum Vitae 还有那个Resume 两个都是一个名称 只是它的内容 我们的内容里面要怎样把它 就是它的结构怎样把它做好 那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我有留意到的就是在这么多年在这个公司的高次里面认知 我有留意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面试的一些学生 他们在毕业之前那个学院和大学呢 或者是大学没有没有教他们如何去把这个Resume给做好 搞到他们在拿着类表去去监工作的时候呢 去监工或者去找工作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 那么我觉得呢很多时候在基本上我先我先从几个角度 就是我们先研究这个立地表 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多 我发觉到很多内容呢 我们是不应该放在里面的 比如说啊一个人的嗜好啊 兴趣啊 甚至有些人把自己性格也写在里面 还有啊体高体重啊家庭成员啊 这些都是会subjected to the discrimination 就是如果是一间公司看到的 可能觉得哦你的兴趣是是是唱歌或者是或者是飞飞车 这样我就对这个人就没有没有兴趣了 这种是不不应该放在里面表里面的 哦 而放在里面表的内容里面呢 可以分成五大类 OK 五大类 第一类呢就是你过去的工作经验 嗯 还有工作简介 除了你把那个过去工作的公司列出来 那么你也简介一下你上一次所工作 在你的工作岗位里面达到什么样的成就 你负责是多少什么样的项目 比如说你是一个市场部经理 那么你曾经带领过多少个市场部的人员 有为公司付出过什么什么大的一些成就 或者一些track record 我们叫track record 那么就是曾经有过的一些成就可以做参考的 那么你就把它列出去 那么如果是一个人呢 他过去工作的20年 你工作了七八个地方 每次转来转工 多两三年就转一次的话呢 那么你可以选择性的 就是把一些你觉得在那边没有什么发挥空间的 就把它去掉 你不要给对方一个感觉就是 哎 这个人呢 每来到两年就换一次公司 换一个工作的 那么这个人就是对他印象就不好了 那么可以就是把一些不重要的去掉 嗯 那么第二呢 第二的这个范围呢 你就可以放你的这个学识的程度 或者是三过的课程 甚至你可以列出来 在过去工作的同时呢 就算是从学校学院毕业出来 那么还有三过那几种的这个培训课程 你可以列出来 那么给这间公司知道 你是曾经有三过什么样的课程 有什么的知识 第三呢 就是课程以外的知识 比如说你会这个打字啊 这个电脑啊 或者是哪一个电脑软件 你会的 PowerPoint啊 Excel什么你都可以放进去 甚至你有些啊 你懂得急救啊 或者是懂得一些什么学课程以外的一些知识 那么第四呢 你甚至你可以把你的这些社会的工作 比如说你有参与什么慈善的机构啊 什么教育团体啊 你有担任过什么职位 你也可以放进去 第五呢 那么在通常就在你的过去的 就算是工作 或者是在你的这个学校的时候 有什么拿过什么特别的奖项 比如说哪个你是曾经是一个最佳辩论员 或者在工作的时候 你拿过最佳勤工奖 你都可以放进去里面 那么这五个就是最重要的 这工作的这个啊 理律表里面的这个这个纲要 那么在写好了过后呢 啊 那么你就准备好心态 如何去啊 建这个 如何去把这个资料寄去给一些公司 那么在这里我要提醒就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在报纸找到一些工作的空缺 就把这个理律表寄过去 我们很多时候都都都都复裂了 甚至一些就是公司 他没有登报纸请人的 你觉得这个公司 他的声誉不错 你也想进去里面学习 或者是看看这个公司有什么呃 呃 就是适合你的 你也可以把它寄过去的 嗯 啊 因为很多那些呃 公司呢 他找不到人的情况之下 他才登报纸的 那么如果他能够通过人与人介绍 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找到的话 那那份工作肯定是不错的 那些那些找不到人的肯定是那些没有人要的工作才登报纸 对那个反而是次选 那首选呢 你就要把你的自己的履历表呢 继续给一些公司你觉得很有前途的 我我我其实刚开始呃 以前毕业的时候呢 我说你应该提到错误 我都犯了几乎 所以我是经过几年的磨练过后呢 才才慢慢的知道怎么去做一份好履历表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五个呢 基本上是经过了一段经验的磨练 才才领悟出来的这个道理 那早点遇到你就好了 其实其实那时候我我我我我这这个履历表呢 我们我们在我的那个硕士课程 在美国还没有毕业回来 最后一个课程是叫我们如何啊 就写离力表啊打扮啊 甚至是面试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情况 我们都有啊就是都有都有经过这个课程了 很遗憾的本地很多的这个学员跟大学 是没有提供类似的课程 对不单止没有提供 而且甚至完全没有提到你毕业过后应该怎么样 只是跟你讲到一个是比较理想比较梦想的 那个遥远的一个东西 那现阶段的比如讲你刚搭这个 踏出这个社会你应该要怎么做 你面对第一道这个门槛和挑战 就是怎么样去申请一份工作啊 这个完全没交 但是呢反而有就是说 呃有一些公司或者培训公司呢 就把这个当成是一个特别的课程来开办 甚至有收费的 就比如说OK 你应该怎么样去做好这些这个简历啊 一些履历啊 然后怎么就像你说的 呃怎么穿着啊 这些面试的时候应对问题等等 他已经变成了是一个可以赚钱的工具了 这种文想 甚至呢 甚至在我们这把履历表做好过后呢 很多人就把他的照片就是也呈上去 就把他的增书 啊 福音一大堆的整大跌的就呈上去 这个是不需要的 你只要把履历表再加上一张就是cover letter 这个cover letter的简单的心呢 就是越谦虚越好 就说啊 我就是想像这里学习 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那么他面试的时候呢 你才把照片拿过去 除非你样子是特别好看的 你觉得他看了你什么样子 他很想见你 那么如果他是因为想见你 而而制造一个面试的机会呢 那个也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是先 因为我们刚才也是谈到一个点 就是说现今这个社会呢 已经是在 因为网络世界的发达嘛 然后各个方面的东西 资讯都很容易获得 所以如果说 现在竞争那么强烈的情况之下 我能够促进法宝 让我可以首先有了一个面试的这个机会 那不是 其实也是很好嘛 如果是这样 有一个面试机会 那个肯定是一个好事 如果是对方是因为你的样子而录取你的话 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这个在我们的专业的工作的这个情况之下 那么通常呢 我们也面试我们的时候 我也遇到很多那些候选人来面试的时候了 很多时候一些候选人 他还没有准备好他的心态 除非就是通常我们找一份工作了 我们有两种心态 一个是要来学习的 一个是来你住公司 是贡献的 你也可以两种心态都有 不过如果是你刚从这个大学学院出来 你是准备学习的 那么守三年 你不能够要求太多 你先要拿到这份工作 你才去想如何去生活 但是有一些大学生 他们可能是经过这么多年 在大学生他们的心里面 就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的 他们要求多多 就是薪水又要有 家族又有 薪水要特别高 要补贴这个车 补贴这个医药 那么在很多时候呢 会比一些要求低的人选 就是吃亏了 这个会不会有人说 这样子的说法是已经很老套了 已经听了几十年 都是这样子 说什么大学生要求很高 其实然后大学生 他们的角度是看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要求 你看现在生活水准那么高 如果对啊 我才出来你给我一个月 可能千八两千块 我还不能过我的生活呢 我们这些企业或者大公司 不是这样子看的 其实一个人一个学生出来 我们出来不是要懂得如何去做事 或者是对事情有什么能干 我们是看一个人如何做人 那么要做人的话 这个人生的经验 在工作的这个经验呢 这个是不能够以这个时间来顶替的 所以说一出来 如果那个人他很会做人 又很会做事呢 他肯定升级的真的很快的 很会做人的意思就是很圆滑 然后就是 人家说会插台啊拍马屁啊 不要去顶穿你的老板啊 等到有一天你做老板的时候 你要怎样去安抚你的员工啊 这些全部都是一些人生 或者是在职的在职的一些技巧 所以做人才是最主要的那个要求吧 对不对 对啊对啊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面试的时候 甚至在他已经开始工作了 我们会留意一个员工他们的工作人力 这个是第一的 那么第二他从其他的那个 其他那些他们的员工 其他的同事 他们之间的互动 还有他们的这个团队精神 这个人有没有跟团队精神 或者是读自己一个人的 读行侠的 那么我们也会留意 那么这个对那一个人的 他的生殖呢 是很有关系的 嗯嗯嗯嗯 那其实刚才我们有提到说 就是外表 我其实有一个很好奇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以前 我一些朋友呢就是长得比较好看的 然后颜值比较高的 OK相对比起我们一般普通的这个颜值 或者是颜值比较低的 他们这些颜值高的 好像获得工作的机会 相对来的比较高一点 但过后会不会延续下去 或者有更好的发展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啦 我们先说就是入工的 入到这个工作的机会 颜值高好像进到 得到工作的几率好像也比较高 无论是在哪个方面 这个肯定是对视觉 视觉上有一点优势啦 不过在长期来说 很多就是 比如说比较好看的 他们的心里面都觉得自己好看的话 那么就会造成他自己本身的 工作的干位的一些障碍啦 哦 就是哇 你一定要对我好 因为我样子好看 对吗 你不可以给这么多工作我做 因为我样子好看 所以很受欢迎 事实上是未必的 那那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 比如讲像在销售工作这一方面 如果颜值高一点会占有更大的优势呢 啊 这个肯定的 不过在销售这方面呢 就算是颜值高的话 他们也会要很小心的处理 比如说你带一个 比如说你是一个女的 你带另外一个女的去 去把这个销售给完成的时候 你不能够带上一个Prada 或者带上一个包包几万块的 那么你的顾客呢 才带一个包包千多块的 那么对他来说 哎 我为什么要跟你买 因为我跟你买的话 你把那里生活比我更好啊 对不对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冲撞 那么就算是他样子好看 或者是他的外表 比较好比较美观 但是你也不要去打扮了自己 化资料涨 或者是太过 就是在整个形态上 你顶撞了你的顾客 那个就是弄巧反桌的一些情况 哎 这个很多人可能真的还没有想到 就是说 在穿着 还有整个装扮方面吧 应该这么说 就是去见客户的时候 自己的装扮 就尽量不要比你的客户来的更高 是一个这样子的意思 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那么如果不是在这个销售的这个场所 你本身可以穿的比较宽张一点 或者比较能够吸引人 但是在吸引人的过后 你得到他的注意 你安排他去你的公司 或者是销售场所 去把这个销售完成的时候 反而你要穿的老实一点 那么你所说的话 就比较容易接受 比较容易相信 尤其是女跟女的之间 他们有一种就是潜负性的一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比如说我刚刚说 你穿的包包比较大 或者你加三百万的跑车来载我去你的地方 我看你的生活这么好了 那么他会有一种妒忌心 就是来自己会自然而生的 他也没有告诉你说我妒忌你的名车 但是他总之是不跟你买就是了 这个只是发生在女生和女生之间吗 男生和男生之间会不会 男生男生也是会有的 男生男生也是会有的 不过男生他们在整个销售的过程呢 他们对这种就是不大会这么在意 就是你如果是你的生活比我好 或者是你比我有钱 他也会跟你买 如果他要是他信得过你 那么女生会比较敏感一点 我有听过朋友也是跟我提到这样子的一种说法 但是好像有一点就是相反 他们是这么说的 就是有时候去见客户的时候 要穿的比较跟 就是说品位 就是让客户看到你有品位 然后你可能搞不好 驾的车子呢 也要反映你的身份 比如说今天如果你是一个 懂事经理或者是一个 就是在职位上比较高的 你就不能开一般比较普通的车子 你要开一些比较有品牌的车子 这样客户才对你有信心 这个情况是看你的对方是谁 如果你的对方也是跟你同一个阶级的 他也是同样的加名车 同样也是有着跟你如此品位的 那个是没问题 反而会 就是说英雄所见 落同而爱 我们两个都是同样的品位 你最容易跟他交谈的 如果是他的那个生活的那个 通常他花钱没有你这么厉害的 就是他本身就是很小心去用钱的 那么你反而是用名牌的话 你会冲撞到他了 这个要看你的对方是谁 所以这些工作上还有很多这个细节 真的是要留意到的 没有想到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谈回来这个履历这个部分 你刚才有提到就是说这个cover letter 其实我发现到在马来西亚 很多人投履历表都没有cover letter 对啊 他们投这个履历表投了过后 可能有要求就是能够面试 面试的时候通常这公司都会给你填一张表格 那个表格也是很多个人资料你要告诉他的 不过那个通常会在你在面试过后才谈的 才才才才才才这个文件的 如果是那间公司他叫你填一张表格 写了一大堆关于你的家庭的状况 比如说问你有多少个孩子 或者是问你有多少个兄弟姐妹 那么你填给他 他只是可以做参考 如果那个面试你的人呢 他问你问题关于你的家庭状况 你可以不用回答的 比如说你爸爸生病啊 你妈妈赖在病床上 那个你可以不用去不用去回答他 可以不用回答的 对可以不用回答的 您是说在法律上可以不用回答是吗 对在法律上可以不用回答 甚至在很多现金国家 你在面试的过后回到来 在两个星期过后 你可以打电话去问他 到底我这个工作面试怎么样 如果他说他录取了别人 你甚至可以问他 你录取的那个人是谁 你把他的履历表寄过来给我看可以吗 你甚至可以要求去知道的 如果他录取那个人的资格 他要求的那个待遇比你更低的话 如果比你更高或者是比更低的话 你觉得不公平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去告这个公司的 可以这样子的 对对对 好像我之前我在美国工作了两年的时候 我面试了四个人 我录取一个 那么其他两个他或两个三个 他问我你到底录取了谁 我需要把他的资料 就是印一份交给他们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要求呢 就是因为你选 就是说聘请人是公司的权利嘛 对不对 我请谁是我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要跟你交代 对要交代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透明的过程 如果是你没有 你没有把他资料交给他 他分分钟可以告你说 你是启示的 就是美国很多城市 他说为什么你请我 不请我 是不是因为我是这个 非洲裔的这个 这个种族 你请了这个白人 他可以告你 所以他告的罪名是说你歧视 你歧视 或者是你不公平的选择 你的这个 就是把这个职位 交给一些其他你喜欢的人 或者是你的亲戚 那个是可以 可以进法庭去告你的 那意思是什么 今天如果是 今天好 如果一间公司 他同一个时间 可能如果说 有三个人来 来应聘吧 那这三个人里头 有一个是可能 比如说像你说 他要求薪金比较高 然后 但是他 他的资格也比你低 但是他拿到 比较高 你说为什么 他拿到这个工作 你要做出这些解析 你甚至要把他的那个 录取的那位人选的 那个资料 那个资料交给他 如果他觉得 是不公平的 他可以 他可以举报的 可以这样 马来西亚可以吗 马来西亚 我觉得呢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那很多公司 应该很忙 这个是在美国 或者在英国 在其他国家 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们要请人的时候 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如果是我们因为 其他原因 我们录取了他 不是因为他的资格 跟他的那个 要求的那些待遇 那么我们是会 分钟是被人起诉了 OK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现在觉得很有趣的 这一个点 是在国外是 这种方式 其实对国外的公司 有什么帮助吗 所以相对比 交集马来西亚的 这些公司 绝对有帮助 那么你的公司 如果是你本身 的人事部 那么如果是有这种 这样的一个 不明文的一个条规 就说你请人 要依据他的资格 那么公司 所请的人的人才就多了 就不会说 这人事部 会有任何的滥权 或者是 什么这样的情况出现 但是人才 你是根据哪一个 来判断 是他的履历表 还是说 我感觉 我觉得这个人 很有上进心 虽然他过去不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 他有上进心 我要给他机会 那不可以吗 你可以这样子做 那么你要根据 他的资格 那么你个人 要做出评估 如果真的是有人 把你告上法庭的时候 以这个评估 也是可以做一个 呈堂的一些证据 来保护你自己 有没有类似的案件 曾经发生过 有有有有 尤其是一些 少数种族比较多的周数 这些情况 通常都会出现的 成功吗 告进法庭告得成吗 他未必会告得成 告得成的机会 不会很高 不过通常 你会引起很多争议 会引起很多争议 就令到你在工作的时候 会很不顺利 OK 我在想如果这个情况 发生在马来西亚 应该也是很有趣的 因为在马来西亚 毕竟也是一个 多元种族一个国家 然后族群和族群之间 好像都有一定的 这个小小的矛盾 或者是觉得不满的存在 然后就比如说可能是 我举个例子吧 可能在马来西亚 一个情况是说 某某一些公司 或者一些公司 大公司 你好像规定 你有一些顾打 然后这个顾打 或者某一些要求 你要一些要有土著 去那个 这些顾打呢 在很多国家是不可以拥有的 反而很多国家 他们如果是有顾打的话 也是要来保护少数民族 而不是我们的国家来顾打 就是保护我们的多数民族的 但是OK 我这样看 少数和多数 这是一个区分类方式 那另外一个方式区分 就是弱势和强势 所以我们应该是以多数少数来区分 还是以弱势强势来区分 那弱势强势要以哪一个标准来定 他们是强 哪一个标准来定 他们是弱呢 是经济标准呢 还是文化标准呢 还是说收入 这些就各方面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去定 最好是没有这个标准 能者居之 就是贤能者呢 他就能够拿到这个职位 如果是真的要有这个标准的话 当然是根据这个 根据这个 这个这个的人数来来来决定 就是说可能这是少数民族 我们是照顾不到的 我们要特别照顾他 比如说在一些州属啊 这美国的红衣地安能 或者是非洲裔的一些美国人呢 他们都会得到一些 特别的就是照顾 也不是说特别怎么样的照顾 就是在开始的阶段 工作的阶段的话 他们可能有一点就是优势 同事呢会特别 就是给他们关照啦 那么到了后期就不会有了 到了一些高职人员的话 就不会有了 嗯 所以这是一方面的这个东西 当然我们说如果能者居之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争议性的 能者居之 那如果单凭履历来看 OK 我可以写的很漂亮的履历啊 可能我过去真的很多东西 我可以把它就是美化 但单凭这个履历表 你如何知道我能者 能居之呢 你以后知道我是能者 还是非能者 不只是 我的意见是不只是这个履历表 甚至在这个面试的过程呢 一个人要表现得很有信心 就是你要给你的这个公司知道 你是很有信心 很有能力去 去当当这个职位的 这个分别就是很多 我发觉很多 就是在可能在 我不是说对本地的毕业的特别的一种歧视 很多的在本地毕业的可能他们的培训过程没有经过 这个信心 他信心没有给这个培训过 那么可能他们在就这时候就算他懂的那个事情 比如说你会不会这个电脑软件 他们本来是懂他们说会一点点的 很谦虚 那么很多是从就是外面怪国毕业的 他们的所受的教育的那个 那个那个程度 可能是那个教育的那个态度不一样 他们的心态不一样 那么本来是懂一点点 他们说懂很多 等拿到这份工作的时候 才在工作的过程中 慢慢的提升起 慢慢的去学习 那么在两种这样的一个态度的人选 通常第二种就是 比较有信心的会得到这个工作 这个角度如果是对一些人听起来 说这个不叫有信心 这个叫欺骗 这个是个人的信心 如果是一个公司人事部经理 可以给你骗到的话 那个人事部经理也应该转转工作 可能不是 就是这个骗的人很厉害 应该口才相当好 不过在工作开始 你有通常就是在一些中下级的一些职位 都有三个月的试用期 如果是怎么骗的话 你的这个试用期 可能是过不到这个关 哦 ok 对方的工程 不过对方的arela 并且可以 对方的花转